韩国海军最新一艘护卫舰下水 以11年前沉默天安舰命名 韩国海军举行了最新一艘 大丘级护卫舰的下水仪式 这艘新舰沿用了曾在2010年3月 发生爆炸沉默事故的天安号巡逻舰的舰名 韩联社首尔11月9日报道称 2010年直侵时沉默的天安舰的舰名 被沿用在了拥有反潜能力的最新型护卫舰上 该舰将执行捍卫韩国北方界线的任务 报道称 这艘排水量2800吨的大丘级护卫舰长 122米 弦宽14米 高35米 装备5英寸舰炮 舰对舰导弹 舰对立战术导弹 逆极镇进防系统 报道还称 新的天安号舰生存能力也大海提升 加装红沙与远程反潜鱼雷 扣意识线列镇声纳等原舰没有的武器 可携带一架海上作战直升机 采用货和燃气涡轮和推进电机的燃电混动系统 降低了水下噪音 这艘型的天安号护卫舰将替换在海军服役的 1500吨级护卫舰和1000吨级巡逻舰 经试航平护后将于2023年正式交付海军 将作为韩国海军第二舰队的主力战舰 捍卫北方界线 据悉 大丘级护卫舰是韩国海军新一代护卫舰 建造计划第二阶段成果 旨在替换此前的轻型护卫舰普向舰 进一步提升对敌潜艇探测能力等 海军反水面作战能力 该型护卫舰共有8艘分别命名为大丘舰 庆南舰 首尔舰 东海舰 踏田舰 虎向舰和天安舰 第八号舰舰名在未确定 当时该舰正在白陵岛和大青岛之间巡逻 船尾发生不明原因 爆炸后于21点45分沉默 造成46名舰员遇难